位於文山區的主愛樓 是天使新家族基金會服務延展的地方 九月落成提供成年愛奇兒日間服務 中心規劃學習教室 健身室 音樂律動室 與多功能空間等 依據愛奇兒的需求 設計豐富多元的訓練與活動課程 同時讓愛奇兒家長們 在照顧壓力上得到喘息 利用這個愛奇主愛樓 我們再做一個更進一步的服務 政府我覺得根本就是政府該做的 但是政府的能力還沒有顧到 我們願意活兒 天使新基金會 這樣那個愛心再多走一步 做一個好的範例 讓很多同樣給我們有愛心的人 關心這社會上 這樣的一個族群的人 他們也願意反照我們來做 在政府的幫助之下來做好這件事 我想應該這是我們政府 前面蓋走的時候一幕蓋走的路 國時曾經 整天是一個要帶著兩個孩子去自殺的爸媽 但好像那個門關了那個當下 但因著那個愛開了一扇門 上帝就是愛 翻轉我的眼光 去看到這些孩子的價值 以致於那個重生的力量 我們還發現了這個樓地板呢 大家應該有發現這個樓層 它其實是長條形的 然後在施工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發現這棟房子本身並沒有水平 它左右兩側居然是有落差的 哇 所以在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太多太多的困難 再加上因為這是一個要迎接成年愛奇兒的機構 所以我們必須當時跟建築師的討論 覺得這個房子好像不堪在裡面挖電梯 所以我們就做了電梯的外掛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全新的電梯 在整個整修的過程當中 那個困難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是2021年開始 大家都知道疫情 沒有人知道疫情會停留這麼久 所以缺工缺料缺太多缺太多 然後這些染病的工人不能進場 所以很多時候三級警戒 這些的延長就使得這個成本不斷的增加 我跟趙晨第一次經歷到 原來經營一個基金會 充滿了各種挑戰的困難 經歷到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壓力 我們起初不算的費用跟後來實際的費用 相差之道 可是這就是一條信心的道路 身心障礙兒與家庭經歷無數成長養育過程的困難與挑戰 22年來不間斷關懷愛奇奧的天使心家族基金會 結合市府邻里社區推動日間照顧服務 共同打造友愛的友善社區 我代表我們選區的選民 謝謝天使心 謝謝所有支持天使心的夥伴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光這個禮順心裡 我們兩位專領長 還有我們跟李敏在到現場 光順心裡就有多少身心障礙的家庭 大家知道嗎 光這個禮有三百多的身心障礙家庭 這個中順裡也是一樣 所以整個文山區有多少知道嗎 一萬兩千多個身心障礙 然後看了這個數字 一萬兩千 所以真正要收的庄稼說 哇 可是要做工的人 還有我們相對應的資源 真的是很少的人 我自己是一個爸爸 我有兩個孩子 所以真的我能夠體會那個愛孩子的心 對你 還有這樣子的幫忙 真的是對這家庭非常重要的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就是說上帝為你關上聖門 必定會為你開始升床 我們天使新家族就是那一道窗外的光啊 今天主愛我的落成就是支持這一道 我們愛其家庭所期盼 所渴望的那一道光 所以今天抱持著非常榮幸 也非常驕傲的心情 來參與今天的落成根節目 那剛才一座有提示 說我們目前大樓還有遇到一些行政程序上的問題 這個我們代表市長 來承諾我們的林董事長 我們會竭盡全力盡速來協助 其實因為有很多的感觸 那我自己在想說 誰會在想什麼 為什麼我坐在這邊 我每一次我都是 今天我一趟回身子好不好 那我也真的很感動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以後未來可以照顧更多人 我知道今天董事們 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討論 但是告訴大家 應該都是贏任的解的 大家可以不要擔心 那我也覺得 很多的祝福消給爸爸媽媽 我覺得我們陪伴的過程 真的會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或許這也是對我們而言 都是另外一番的挑戰 可是我們一點天氣 都是一個力量如何如何 我覺得我們就是勇敢堅強 而我們的愛絕對可以幫助更多的 其實我蠻高興的 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參加我們天使心基金會 這個主愛樓的成立 那因為這個就是在我們的在地的附近 所以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源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里內和我們周邊 我們在家庭上面有需要的這些孩子們 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照顧 所以其實天使心要在我們這個 這邊要成立的時候 他們也來拜訪過我 那我們也都在社區裡面 把我們有需要的一些家庭的孩子們 我們也都介紹他們過來看看這個環境 也跟他們有接下過 希望的用意是說 這些孩子們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家庭裡面也可以比較可以鬆一口氣 天使心為慶祝主愛樓落成 11月30號在台北中山堂舉辦 我的夏秋冬春歲末慈善音樂會 通過音樂與故事呈現愛奇奧家庭的四季歷程 邀請民眾用行動支持力挺愛奇奧家庭 記者温問君台北報導 BHG-1710 郭文靈 大冈電視電視